乌尔才同意停火 乌克兰东部深夜长生不断 乌克兰军方指控俄罗斯 两度违反停火协议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一号签署行政命令 他在国会上表示 政府预计三年内 在募集十万名常备军 赵伦斯基解释 因为乌克兰常备军近25万人 远远不及俄罗斯 只是大福增并也被解读为 要和俄罗斯开战 赵伦斯基说 是要让乌克兰迈向和平 却再度料中话 面对指责的俄罗斯 本月成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强调会完成二月所有章程 还反控是美国 你也找无俄危机 对俄国指控美国国务院强硬重申 不管俄罗斯如何选择 美国都已准备好 白宫则是不断释放 愿意对话的可能 英国首相强声 也轻访乌克兰 强声承诺 若是俄罗斯进犯 就立刻严厉制裁 北约成员力挺乌克兰 只是降温还是升温局势 仍然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富豪 台 overlons 去黎华 连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